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同进入本周诚心圣言的鸟看 本周的篇题是 从大卫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 生命的功课 以及圣别的警告 关于大卫的一生 可以用三个阶段 并用三句话来形容 第一开始如日头生起 第二生平同事业如日中天 第三晚年如日落 或黄昏 在篇离中有三个词 分别是属灵的原则 生命的功课 及圣别的警告 分别在本篇的三个大典展开 阿们 我们来到第一大典 在大卫的历史里 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 以及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 第一重点 在神主宰的权柄下 大卫在信靠神 击败哥利亚的世上受试验 并蒙称许 这是大卫学习信靠神的功课 第二重点 在神主宰的权柄下 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这是大卫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第二大典 大卫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 就是神约会的居所 这里有五个重点 我们分成三组 第一组是第一集第二重点 这说明神拒绝大卫的好意 第二组是第三集第四重点 说明了大卫树立了双重的典范 就是宇宙中的事只能出于神 不能出于人 第二点范是 不是在乎人为神做什么 乃是神为人做什么 第三部分是跟我们人有关 这里说到我们人当学的功课 就是三个让 让他说话 让他进来 让他发号施令 阿们 再来我们看第三大典 圣经记载 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 今天对我们乃是警戒 神不仅满有慈爱怜悯 也是公正可谓的 神赦免大卫 但他也照他行政的公义 管教并惩治大卫 这里也分成三组 第一组是第一到第七终点 是与大卫所犯的罪有关 第二组是第八到第十终点 是与神的审判有关 第三组是十一到十四终点 关于结语应用 再来我们看到第一终点 这里提到了大卫是犯了大罪 第二终点 大卫犯罪的原因 乃是他放纵眼目的情欲 和肉体情欲的结果 第三终点 大卫犯了罪又装甲 第四终点 大卫的罪大大的侮辱并得罪神 第五终点 大卫牺牲了他高超的成就 这该成为我们众人的警告 第六终点 大卫犯的是粗笔的罪 第七终点 大卫因着自己的罪 失去了立场和地位 导致神所赐的国分裂 再来我们看第二终的第八大典 这里提到大卫是受神的管教 第九终点 大卫落在神政治的手下 第十终点 神在大卫身上施行了严厉的惩罚 再来我们看到第三终 关于节语应用 我们进入第十一终点 我们在与基督的关系上 若有任何事情与神不对聊 就会失去了基督作为我们的享受 第十二终点 我们与神的关系要正确 就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要正确 第十三终点 这是关于大卫一生的鸟看 第十四终点 基督徒的一生 就是该学习神的政治 我们该学习敬畏神 并对人宽大 阿们 再来我们进入本周的几处经节 首先我们先看周一 周一的经节从第三行 聚集在这里的众人 也必知道耶和华施行拯救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 再来我们进入第三 再来看周三的经文 第二行的下面开始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做这样伸手害他的事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因此我们要操练精卫神 并守住神圣权柄的等次 阿们 再来我们看周五的经节 周五撒下十二章十节 你既藐视我取了赫人乌利亚的七为七 故此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因此我们必须要操练 我们不可以侮辱神 并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情欲 所以我们要信靠神 敬畏神 不可以侮辱神 愿神祝福我们 感谢主 接下来请各位圣徒 针对本周的诚心圣言 进行圣言 阿们